是莫绍签指示的 芯片采购的事是他负责的 他故意买了不合格的芯片 可他怎么通过了质检部门呢 质检部早就是他的人了 所以啊 芯片的事情才刚刚签了约 质检部门的两个高管 就辞职了 防他 防他 你这防他给防贼似的 到最后还是张罗他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受到子公司远中集团GPS导航仪 存在质量问题的不利消息影响 母公司牧师集团 以及旗下所有子公司 包括远中集团在内 股价一开市便一路下跌 莫统 怎么样 这是我让质检部门 做过的最新报告 GPS导航仪的核心芯片 质量的确有问题 甄妃的 自从上次开完会以后 就再也没见过她 这什么时候了 还无所事事 爸 甄妃回来了 上哪儿去了 芯片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我回来的路上 给质检部门打了电话 已经问过了 永飞 你先上楼去忙你的 我跟他们两个先开个会 去 爸 让姐留下吧 好 我已经想到这儿了 你这样做了 我可以跟他们重新消息 来 我这事 我跟你们估计 我一边 有所谓的 我会想到这儿了 我可以这个 我会想到那儿了 你 我会想到这儿了 我会想到那儿了 我会想到这儿了 我会想到这儿了 是违约 提供质量有问题的产品呢 也是违约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去跟他们谈谈 看看能不能延期交货 谈 可是一定要谈 但我们可得给人家一个 确切的发货时间 直接找其他的厂家 买合适的产品代替呢 有吗 有 我昨天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们 跟进了 然后去考察了一些工厂 其中有一间工厂生产的 核心芯片 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们只需要把包装换掉 添加些功能性的零件 就可以了 太好了 只要芯片在 其他的就好解决了 这批货被人买了吗 如果被人买了 买主是谁 我们高价把它给买回来 是一家叫永淮的公司 他的老板是陈厚 这 陈厚 是同一个人还是另外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我看是莫绍谦指使的 芯片采购的事是他负责的 他故意买了不合格的芯片 可他怎么通过了制剑部门呢 制剑部早就是他的人了 所以啊 芯片的事情才刚刚签了约 制剑部门的两个高管就辞职了 防他 防他 一直防他给防贼似的 到最后还是张罗他的道 刀航一是我们签出了 最大心力的项目 一开始只让他负责采购工作 剑科互贪合同 根本就不让他碰 没想到啊 他在这里面给我们下了一个套 也不是没有转机 我已经调查过 他们只是交了工厂的定金 全部回购了 这些货款不是比小的数目 姐夫正在向银行贷款 银行还没有批下来 主任 马上跟银行联系 向银行证明啊 他们借贷资质不足 要不然就让银行 把这个抵押额度拉高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啊 一定要拖住贷款批下来的时间 懂吗 好 我马上安排 给姐夫打电话他不接 何姐已经向公司叫了辞职报告 程后把电话转到了秘书台 这还会让你找到啊 人家已经在一边偷笑了 爸 我想去找姐夫当面聊聊 人家都已经出手了 还跟你聊什么 我想去试试 浪费时间了 集团里面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你去做 从明天开始 你尽快去收集牧师的业务 俊 问一下律师 如果一旦要赔偿的话 他赔多少 爸 这些事情 我本来就从来没有接触过 怎么可能说熟悉就熟悉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姐夫试试呢 或许会有转机呢 木董 朕飞少爷也挺能干的 好多事啊 也想到了我们前面 干脆 让他去试试吧 姐 你找我 乖 什么事啊 你觉得他会见你吗 不管怎么样啊 总得先去试试吧 他等了十年才等到这个机会 他精心布了这个局 让我们往里跳 他会轻易听你劝吗 爸爸从小就把你带在身边 言传身脚 你到底学到经商知道没有 要打败敌人 就要抓住敌人的弱点 扣住他的命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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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好 请问你几位呢 我约了莫先生 好的 这边请 您想点点什么呢 我要一杯咖啡 好的 你离开之后 他在那儿放满了封信字 你知道外汇说话吗 花雨 有空的时候 帮他做一回 听听看那些花在说些啥 桃红色封信字花雨是热情 深蓝色封信字花雨是 因为爱有些忧郁 白色封信字花雨是 不敢表露的爱 紫色封信字花雨是 对不起 膀色封信字花雨是 优快 但家中间